全球油价大涨一起回顾历史上4次油价大幅攀升的经过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近期俄乌冲突升级 全球市场避现情绪的上升 随之也带来了油价的大幅攀升 美国开始对俄链油行业实施出口管制 美政府也开始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等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措施 使得WTI原油期货目前已经创2008年以来的 款最高价达115.102美元每桶 其次OPEC增产无望 以及伊朗和协议谈判局势的不明朗 都对油价产生了不少的影响 在上周五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中 也又一次出现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份 价值53亿美元 原油作为大宗商品之首 一直是备受市场的关注 全球油价受多方因素的影响 包括供给与需求货币因素 以及最近俄乌战争的地缘政治因素 第一次石油危机 就是由于中东战争的爆发 导致经济和政治多个层面 对于石油的价格产生了影响 根本原因是阿拉伯国家 想利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 要求美国放弃对以色列的支持 第二次石油危机 是供给与需求端的因素 由于伊斯兰革命 导致伊朗的石油产出 骤减供给的严重不足 使得油价大幅上涨 第三次石油危机 也同样是因为战争因素 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 使得石油的设备遭到严重损害 石油产量的骤降 导致石油危机的爆发 第四次是典型的供不应求 从而推动了油价的高涨 在2003至2008年间 亚洲经济的崛起 使得石油的需求上升 全球原油供需缺口扩大 油价从而出现了第四次的攀升 对于全市场来看 油价的上涨 会直接带来工业领域的成本上升 此外 原油在CPI中属于老大哥的位置 油价的上涨 会导致与原油相关产品成本上升 这方面的影响 想必平时开车的观众 现在已经感受到了 此外 CPI的上涨 也会对于个人的消费和支出 产生抑制作用 俄乌战争期间 油价也在飞速上涨 从此前的四次石油危机都可以看出 消费者服务 工业 金融等行业 与油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在此期间的波动也会较大 而原油 能源等大多都会是一个受益的状态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